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爱不成员强腕鸟 最近在针对散播恶意谣言的YouTuber Tardox使用所的民事诉讼中取得了胜利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上个月21号判决 确定强腕鸟及其所属公司Stash娱乐 在对YouTube频道Tardox使用所运营者 朴某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胜诉 朴某必须支付一亿含冤的赔偿 一直以来朴某运营的Tardox使用所频道 持续发布了关于抢腕鸟的恶意谣言 包括他与其他女团成员发生争执而被告 以及抢腕鸟人品有问题等虚假事实 针对这些行为 Stash娱乐自2022年11月起 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行动 包括民事和刑事诉讼 甚至在海外也提起诉讼 以此正式开始法律坠诉 然而朴某未在法庭上应诉 也未对抢腕鸟方提出的指控进行反驳 因此法院认为原告方的指控全部成立 随后Tardox使用所朴某发表道歉声明 并删除了频道 但所属公司仍未停止对朴某的诉讼 而是持续推进法律程序 以民运回损和侮辱罪名 对朴某提起刑事诉讼 该案件最近也被警方转交给检方了 而对于刑事诉讼 朴某编称 自己并不知道所散播的内容是虚假事实 并声称对于公众人物 应该拥有发表评论的权利 对此抢腕鸟方的律师表示 对于朴某所主张的 既因其上传的影片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发布 因此不构成非法行为的 抢腕鸟和所属公司都表达了极度的愤怒 和不可忍受 所属公司也正式发表声明强调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 如果未来有损害艺人名誉 或造成额外损害的案例 将采取所有可能的法律行动 不寻求任何和解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饭圈所有人都开心的一天 这是我第一次感谢Tardox用所 希望这次的事件能让那些黑粉算民们感到害怕 我家爱豆也因为Tardox用所有了肮脏的谣言 真的太爽了 强我娘辛苦了 我娘辛苦了 想到你之前所受的苦就想要流泪 希望这个暗恋能成为先烈 为所有的爱豆都不再因为荒谬的谣言而受苦 希望其他经纪公司也能借此机会醒悟 这不是看清Starship 但Starship能做到的话 其他大型经纪公司如果下定决心 不是也能做到吗 Tardox用所这样恶劣的行为很罕见 但除了Starship之外 没有任何经纪公司尝试去对付他 这实在令人震惊 希望他们都能好好工作 总结一下就是 我该我该我该 所以立志成为酸敏黑粉的泥 泥泥 还有泥 放下土到立地成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uper Junior最恶劣的酸民 是这位吗 这里不会有我 刚才拍到的人叫 Chair西文 很像40多岁的人吧 看这个人的头 等一下 一定要看这个 很像长鼻吼的头 长鼻吼 你看看这个人 可以说这样的话吗 可以 快点说快 很恶心 我觉得很肮脏 你看这个人开始老了吧 疯狂的表情 这些图都看了十多次 十多次都好笑 每次看都觉得很好笑 每次看都是在热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